奴家恭贺官家 授予天奇 来人啊 打赏 美人献宝 小皇帝十分高兴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些美女都是来取他性命的 刺杀十分突然 幸好黄承司早有防备 寒冰一声令下 这些如花似玉的姑娘被无情射杀 太后担心皇帝安危 让文喜公公前去保护 她是太后心腹 也是大内第一高手 很快将最后一名美女刺客解决 皇太帝以为危险解除 还在可惜这些女孩白白送死 那倒未必 杨胜寒的计划 不会这么简单 为了清剿凤火军于灭 唐紫燕混在皇太帝护卫中 静等时机 果然必变突生 那尊作恶多端的八臂邪神 从美女刺客身体中缓缓钻出 轻面獠牙 身高竖胀 文喜公公武功如此高强 竟不是她一击之敌 瞬间被大卸八块 文喜一死 太后无人保护 陷入危机 关键时刻 唐紫燕从天而降 解决刺客 但八臂邪神随之出现 寒冰一箭击退协神 唐紫燕不愿错过消灭这个关键